台灣寺廟環海看似有取之不盡的海水 卻是世界排名第18位缺水嚴重的國家 而離島澎湖蒸發量大於降雨量 水資源條件不佳 為澎湖民生用水帶來挑戰 面對缺水困境 得透過水利建設 優化島上用水環境 澎湖馬公市區每日用水量約2.8萬噸 其中海淡水就佔了2.25萬噸 包括馬公第一海淡廠1.25萬噸 第二海淡廠一期和二期的1萬噸 其餘三成仰賴湖庫水地下水供應 確保當地供水穩定 我們海水的那個抽取管 是在外海大概647公尺 然後由我們這邊抽進來 抽到利用重溢流 水從高往地出流的一個方式 那海水抽取站會離地平面 我們大概1米左右 抽取海水經過沉澱池沉沙 進入UF微過濾處理 透過RO逆滲透的過濾系統 就能將海水轉化成可飲用的淡水 這個每個濾管裡面有6支RO模 經過這個濾管濾過以後 我們的鹽水就會變成那個淡水 那這個淡水系統的話 我們就會集中到整個那個清水池 然後供給民生用水去取用 遊客湧進澎湖 擁抱海洋與沙灘的同時 大量使用當地拮据的水資源 但海淡廠背後付出的成本 卻又非常高 排水都是賠本賣 一度海淡水現在已經提高到63塊 台灣水價過於低廉 賣給用戶平均一度水才11元 等於說賣一度水就虧4到5倍 不僅成本高昂 這樣的產水方式 更會消耗大量電力 我們是以用電去換水 那這部分的話 未來在我們的海水淡化廠 目前節電的部分 是我們未來每個海淡廠 必須要努力克服的一個難題 目前大概要到四度電 才能換到一度水 所以當你在興建海淡廠的時候 你的電網的供應能力 你也會一併來考慮 那耗電以外你就會發現 它停電你也會停水 所以你當你在規劃這個海淡供水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備援 台灣歷經百年大旱 政府加速推動海淡廠計劃 目前全台有26座海淡廠 3座在台灣本島供發電廠工業使用 正在興建中的有台速賣寮海淡廠 預計今年10月完工 水利數也規劃8座萬噸級以上的海淡廠 新竹台南將優先推動 日產能各達10萬噸水 而因應緊急抗旱需求 興建的兩座貨櫃式臨時海淡廠 未來也會是情況加入供水行列 去年南部大旱 高雄緊急海淡機組 每日產出1.5萬噸的淡水 優先供應給管線末端用戶 緩解缺水燃煤之極 不過目前的機組是封存當中 後續會是水勤需要再啟用 我們也預備著說 以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再重新啟動 那目前的部分就在固定的時間 我們會做定期的維修 保持它的功能會增長 抽取興達電廠外的海水 透過黑色水管傳送到海淡機組 經過處理後產出的淡水 在去年南部大旱時 供應興達電廠和北高雄民生用水 海淡水已列為我國重要水資源 經營策略 但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認為 建置海淡廠環境代價過高 高耗能高碳排放量 淡化過程更需要大量用電 還會產出高鹽度的爐水 似乎不是好的選擇 要解決用水不足的問題 政府應積極興建再生水廠 污水處理廠全部蓋好了 我們每天保證有300萬噸 可以回收的水 你只要在我們污水處理廠裡面 加一條生產線 讓它升級到三級處理 那這個水基本上拿去做工業用水 已經夠了 而且它的成本會遠低於海淡廠 而且它的水足跡碳足跡都會相對的比較低 黃志斌也表示 許多人擔心海淡廠爐水處理及排放問題 會危害到海洋生態 但海淡廠的爐水可以轉換成有價礦物 提煉出高程度的鎂 減少環境負荷 把水踹出來的時候 那些濃縮液要好好再利用 把裡面有價的眼淚把它吹出來 作為我們的海礦的來源 有價的水拿走之後 礦也拿走之後再慢慢把它排出去 這種排出去的話對海洋的衝擊又更小了 近幾年台灣受到極端氣候影響 普遍缺水 面對未來可能的缺水新常態 除了再生水 海淡水之外 因持續開發多元化的水資源 提高供水能力 多元的水資源發展 才是解決台灣泳水問題的關鍵 因為海淡水跟再生水 都有它很它獨特的這種特性 第二個它的興建啟程團 那所以它具有經濟的救援性等等 這些特性是我們在發展 各項水資源工作的時候 都要一起考慮 你現在要選擇海淡 我覺得在某些地方 也許可以考慮 但是你要把海淡拿來 當作我們重要的水資源的利用 我會勸政府 可能要慎重地考慮 你要考慮你的成本 考慮你的攤 考慮你所有的因素 還有一度四十塊你要賣給誰 而且它水足跡非常高 假如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考慮了 這個再生水 藡物水全部回收了 然後還不夠 那時候再來考慮 我們要見海淡草 海水淡化不一定是台灣當前最合乎成本效益的水源開發 但全球氣候變遷加劇 水資源管理沒有鬆懈本錢 如何留住這片土地上的每一滴水 政府應通盤檢討 開發多元水資源才能避免缺水危機再現 TVBS新聞黃冠韋德燕宣高雄澎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